我被CNN嘲笑 CNN就是美国的CNN电脑 对 因为他报了这个新闻 然后CNN有两个记者 他们会有点开玩笑这样 他就说都跳进狮子龙了 还要鉴定有没有精神病啊 精神科医师真难当 就是他还就是嘲笑 那我从来就说 我会说你被美国人 被全世界的新闻 最大的新闻媒体嘲笑 可是我只是 我当然知道他精神 可是我只是想 坚守我的伦理啊 那个时候 所以你看有多么难 我身为记者我可以讲一点 因为说实在的 作为自己平反 我不是平反啊 因为 你那时候在那里面吗 那个我在办公室调度 可是因为其实災难性 因为我 这15年的災难记忽 我没有一场没有去 所以我常常被同业牺牲 我是災难记者 不管大的小 我全都到了 那所以我最能体会 如果真的 你用心在采访这件事情的 就像各位都是 用心在做自己事情 你会隐蔽在里面 你懂吗 你会同悲 你会同苦同怒 你知道我采访太多了 所以今天像执行制作问我说 他突然蹦出那句话说 有这个我可以请问你吗 你排了16年的災难新闻 哪个画面让你最有感触 你还记得我电话的时候 我顿了一下 我说 结果我们两个在电话那头就 一路从这个话题 一路哭哭哭到 哭到快Ending 因为我们会很沉浸在里面 你知道我们一样会很难过 比如说我那时候脑筋第一个想 我这时候Yuki 曾经在敏都立台风的时候 Yuki是我们的同事 对 同事 因为他问这个 我习惯性就会第一个先回答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个爸爸跟这个爸爸 因为他问我这个爸爸的事情 我第一个反应 我会有电脑抓出来这样 我说那时敏都立那时候有个台风 唯一死掉的一个在台中东市 那一个祖孙呢 他们因为逃不出老屋 然后我讲到这里 我都还觉得还好 你知道吗 可是我说 可是 是土石流对不对 对 土石流 然后我说 那时候后来我们是第一个赶到现场 那后来就我跟摄影记者在那边 结果我们就定着 因为一直来挖一直来挖挖挖挖挖挖 挖到后来挖出来了 结果那摄影记者很兴奋说 Yuki快来快来快来挖出来了 那结果那摄影在那边拍拍拍拍拍 你知道那个怪手把那个 那个两个拖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是阿嬷抱着一个孙子 抱着耶 那个土石流下来它是抱着 然后结果那个 他那个阿嬷那种眼睛 他一直看着 他眼睛已经被整个吐湿 然后他儿子这边 全部都是灌满了那个泥浆了啦 但是你知道那个 你可以想象那个eye contact 就是还在他的身上 他的孙女的身上 你懂吗 结果那个摄影记者在拍摄 他这边是范达嘛 对不对 他这边眼泪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我想说你怎么了 我就一直我进去看 就我们两个同时 好像心都电到一样 然后我就在现场呆住了 我也是在那边一直哭 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这么有情 就是阿嬷你会想保护这个小孩子 你会想要跟小孙 能不能救他最后一刻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我刚刚讲完这个 我说还有呢 还有一个爸爸 好像在我爸爸水灾的时候 死了一堆的 那个爸爸 你知道那个后来挖出来了 那个我们在那边现场 也是一直在订在那边 也是我们自己拍到的 然后就一个爸爸 他那个动作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下面就躲了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 他老婆在远远的地方 这都挖出来了 可是那个动作最后是这样 还是僵着 还是僵着 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跟摄影记者也是边拍边哭 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突然感动到说 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所以你看我觉得 台湾那种祖孙琴啊 就是特别 你像那个歌曲的唱相 你就知道 那个傲阿嬷 江蕙的傲阿嬷 小黄旗那个 阿嬷你今晚在哪里 哇 那个几乎所有歌手 有被阿嬷带过的 每次唱这首歌 不用歌手 邓慧文应该也会哭 对啊 已经要哭了 你那时候会很生气 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着那个爸爸 这样子撑着 然后那个 你会觉得说 他想要救家人的心那么的大 可是他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 就小到 你随便一个 随便一个天 老天爷要拿走就拿走了 你根本无能为力 你知道所有的记者在现场 是边拍边哭 所以我们的心情 情绪一直没办法 所以那时候还 你知道 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 我们那种情绪纠葛 在那个爸爸水 在之悲之惨的 然后所有记者沉浸在眼泪当中 可是另外一边 我们采访的是什么 是官员跟你说 我跟爸爸去吃粥 很过分吗 你知道 我们这边是哭 是悲 然后这边是怒 你知道那种情绪的冲击 你们能够体会 我不知道你们能够体会 你这边哭完 可是这边有一个很冷血的 跟你讲说 我不是来了吗 之类的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心会很揪 那你那个十天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过 因为你又很累 所以我在上面是写说 我又冷又饿又怕又怒又饿又累 你这所有情绪都纠葛在那边 你会 你的表达我都听到了 对 你情况 然后你知道 就是那才十天过后 然后回到公司 那一个月 我看到所有的画面 哪怕是再小的一点点 有关情的东西 我都内崩了 那为什么这一次你说 有一个电视台打出这次空难 他是独家 对 我就是说 我刚刚看到 我为什么跟Yuki讲说 这两段话 因为这两段话都是我们的独家 谁的独家 就是我刚才说 那个一个阿嬷抱着孙子的 还有一个爸爸撑着这样 那时候都是我在的那个电视台 我们自己拍到的 但是我那时候 我的摄影记者叫杨凯 那凯哥 那个志伟应该认识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打电话回去 因为我们要传袋子 那时候传回去 我们那个摄影记者只传 然后那个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他们传来一直问我说 这是不是只有我们有 是不是只有我们有 这也没错吧 你说报社 不是 你说公司的长官 你是不是只有我们拍到 是不是只有我们拍到 你知道我们 我不懂你们 你知道因为就是这样变成 然后这边眼泪还没干 他就问我是不是只有我们 我说是 但是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赶快播好不好 你知道我们想要播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他要打出来独家啊 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你能不能体会 半个小时前 我们在现场 对 我们那种心里的悲怒渴 你知道 然后这时候你问我 是不是我们独家 我觉得不重要 那个跟那个天 天大的悲跟天大的苦 我真的 我不懂那个独家 那两个字有多么的伟大 有大到比这两条生命还伟大嘛 你知道我是 我无法接受 因为没办法切啦 你知道我这讲白了 我就是我的情 你最了解 我们的情 我不是审啊 我没办法切说 这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 这时候我应该要 我这时候应该要 对在公司里面的长官来讲 那些都只是收视率 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第一线的记者是很苦 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主管 会不会不一样 我已经是主管了 如果你变成当年 当年那个位置 我们也会 我像智伟也是主管 你还会在意独家吗 我们多少的场合 在灾难现场的时候 我们在公司里面调度 我们当然也很想要 挣脱这些东西 我们想要问的是 我们能够帮那个地方的占民 多拿一点画面出来 我像智伟也都问这个 但是 你没办法跟现实妥协 对 那我们每次只要 我们脑海就是我们这15年采访的 每一个 那几百个王者的 那个画面跟那个眼睛 就是一直出来 我给你答案 即使 即便是这么重大的灾难 死这么多人 因为隔天都会有收视率的报告 每个主管上面都有 他们还是看收视率 可是我要请大家相信 记者 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 他们的心 真的没有想你们想象这么硬 他们很脆弱的 后来因为CMG 后来我因为CMG 后来也在采访我 因为我是政大 没有的嘛 所以那个就是 叫 好 那这个 其实你也有认识那种空难 不是 就是说空姐 她碰过事故 没有 我觉得我先讲一下 有志的感受 其实说我们去跑这种灾难新闻 其实 你在新闻圈就是 也不用说十年 其实现在很 最近这么多灾难 很多记者都到前线去 其实当你在采访的时候 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是要把自己放到外面来的 就像医生你在帮 你在 你不能参与新闻期间 对 你不能参与他 因为你参与他 你会受他的影响 对 但是这很困难 对 我也曾经采访过小林村灭村 我们就全部罹难就一个人信我 但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是说 像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这个 罹难者的家属 他很冷静的接受媒体的访问 就被要人家讲说 奇怪 他怎么都不会觉得哭 不觉得难过 对不起 我插个话 这个事情是一个论辩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比方说 暂地记者 那你看到一个小孩子 很可能已经要快被打死了 你是要去救他 去改变一个新闻事件 还是说你只是继续拍而已 因为那是个新闻 越战时候那个和尚自焚啊 就那个就是从头到尾拍啊 那个是所有新闻教材 对 你在辩论 但这个不是对错 这其实是个论辩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要 做人道者去帮他 还是说他这个新闻 你要完整呈现给世人制造 对 所以我说像 曾经也有一些罹难者的家属 接受访问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 他很冷静 他很坦然面对这一切 但就会有一些酸民 觉得他为什么都不哭啊 他是不是根本跟他感情不好 我觉得没有人有权利讲这种话 就好像说 有人被伤过度也没有办法哭啊 对 就好像说 就是我们到前线去采访 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人 有权利可以去 除非他真的做了 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对不对 要不然也没有人有权利去指责 这些在前线的记者 他们一样很辛苦 那我觉得讲到大难 就是一直讲大难不死这个事情 他的确你讲的那个 罪恶感的那种心态 我这个朋友 生存的罪恶 对 他非常的明显 因为他是在 反正就是大概1996年的时候 然后也是一个飞机 然后到香港 那时候是赤辣角机场 刚开 刚盖好的 对 那这个飞机因为遇到八号风球 然后他因为机师的误判 侧风他根本不能降 他硬 他就觉得硬可以降 他就降落了 就降落 飞机就翻跟斗 就是机 机副是朝天的 那这个我这个朋友呢 他是他原本的位置 他的duty是在三号的右边的门 三号门 但他回程的时候呢 Chief就帮他换duty 就变你去坐后机尾 你来坐飞机的中间 那当时坐在飞机中间的这个人 他是身体严重的灼伤 这个空服员 他身体 这个意外是三个人的罹难 其他全部十几个人的受伤 因为他还好起火 引擎起火 但没有爆炸 那当时呢 就是说 坐在那个 原本应该是他坐的那个位置 因为他们通常你去是什么duty 回来就是什么duty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帮他换了位置 就像我们讲李明威那样嘛 那他这个 这个跟他换duty的这个空服员 他是全身70%的灼伤 这很严重 对很严重 所以他后来就转到地勤了 然后对他的伤害是 我看到 不好意思 如果你听到这个 这个 在节目上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真的有这样子的心态 就他 至少我看到他的脸书 他po的是他小孩的照片 他现在的照片 他从来不po自己 所以我不晓得 是不是对他内心来讲 是一种创伤 那我这个朋友呢 是一种创伤